冬天到了皮肤变特别干 不管是脸部的油肤也好 还是身上呢 我会多抹一层油 之后再抹护肤乳 这样的话呢 皮肤能够更能够保水跟锁水 那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最近非常喜欢的按摩油 这是这两款瘦身油 这款呢 我自己用了很多很多 我非常喜欢它的味道 它的味道非常有那种 SPA的疗愈感 然后对于这种大腿的橘皮组织啊 只要坚持使用呢 一定是特别有效 那这款我也很喜欢 上面写的forming 意思就是帮助你能够紧实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油脂 金黄色 然后粘度也很高 推在身上的时候 这样就吸收了 然后味道呢 带着一种那种 有点像柑橘的香味 所以也非常的有疗愈感 到冬天我泡完枣之后呢 我就会用这个 然后加上大刷子 去把它刷刷刷刷刷刷刷 感觉上那个后腿的橘皮啊 就一点一点在紧实了 全身的精油呢 我会用这一款朱力扣的玫瑰精油 我们都知道玫瑰精油呢 算是女性的这个天然荷尔蒙 能够帮助女性调理自己的身体 那我通常会从鼠息部啊 肚子啊 后臀啊 我都会擦 另外我发现啊 我只要连续用三天 我身上所有什么干燥都会变得亮晶晶的 然后它的味道呢 就是非常非常天然的玫瑰味 纯度也很高 嗯 一涂完这个睡觉的时候 立刻感觉自己像公主一样 到了冬天 免不了脸部想要油敷 因为有的时候 早上起来真的很干燥 热水 然后呢 蒸脸 蒸完脸之后呢 等毛孔有点张开的感觉 这时候做油敷 油敷慢慢的按摩 后呢 在涂乳液的时候 当天特别好上妆 尤其在冬天 这色子也很漂亮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 油敷一定是晚上的事情 这款睡眠精油 嗯 薰衣草可以放松 这一闻 立刻就想睡着 撒在手上之后 把它拍拍拍拍 拍在枕头上面 冬天一定要好好保养起来 姐妹们 你get到了吗